好二零二十四最新的總統大選變局 就是駐美代表蕭美琴 是已經正式的反台 準備要來跟民進黨總統參選 賴清德搭檔賴蕭沛來參選 那其實蕭美琴一起來都是綠營 最期待的副手人選 那麼多次問到賴清德 關於賴蕭沛什麼時候正式成軍 等等相關疑問 賴清德其實也都沒有正式對外證實 但也沒有對外否認過 那其實民進黨都是非常期待賴清德 跟蕭美琴的一個搭檔參選 那麼蕭美琴其實在美國最後一項的一個任務 就是完成今年的IPEC峰會的部分 那麼其實他在結束IPEC後之後 大家都認為說這是他的一個 畢業的一個作品 那麼結束之後他其實就要來反台 來跟賴清德搭檔參選 那麼其實據了解 蕭美琴是在昨天在這個六點四十一分時候 跟著IPEC代表張忠謀一起反抵台灣的 那其實他回台的時候是相當的低調 那沒有現場的任何攝影記者拍到蕭美琴的身影 也不排除會有宣布要來參選跟總統報告說參選的事情 那麼正式對外宣布參選是在下午三點鐘 將在民進黨的這邊賴清德敬拜 跟賴清德一起搭檔亮相賴消沛也會正式的一個成軍 那麼對外宣布要來參選這次的總統大選 那麼蕭美琴也會親自來回答外界各項的疑問 那麼其實包含這也是賴消沛一個正式的一個對外亮相情況 那麼今天下午的一個正式記者會結束之後 明天上午賴消沛也就會來到中學這邊來登記 明年的一個總統大選的一個情形 那麼賴清預計在二十六號就會來到花蓮這邊 來進行他的第一場的浮選工作 那綠營都非常期待賴清德跟賴清可以形成一個雙牆母親的一個組合 包含下面請示也有女性的一個特質還有年輕甚至也可以吸引英粉 他們綠營也希望說賴消沛成軍之後 可以幫賴清德的選情更加深 我們以下先講解釋